马斗福音第十二章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游麦田中经过 他的门徒饿了,开始恰麦穗吃 法利塞人一见,便对他说 看,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没有念过 达卫与那些同他在一起的人饥饿时做了什么 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供饼 这供饼原是不准他吃 也不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 而是只许司祭吃的 或者你们在法律上没有念过 安息日,司祭在圣殿内违犯了安息日 也不算违罪过吗 但我告诉你们 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 假如你们了解 我喜爱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 你们就绝不会判断无罪的人了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就离开那里 进了他们的会堂 看,那里有一个人 他的一只手干枯了 他们问耶稣说 安息日许不许支兵 为的是要控告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中谁有一只羊 假如安息日掉在坑里 而不把他抓住拉上来呢 人比羊贵重得多了 所以安息日是许可行善的 于是给那人说 伸出你的手来 那人一伸出来 手就顽好如初 同另一只一样 法利塞人出去 商讨怎样陷害耶稣 怎样除灭他 耶稣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 有许多人跟随他 他都治好了他们 且警告他们 不要将他传扬出去 这是为应验那界 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看我的仆人 他是我所拣选 我所钟爱的 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 我要使我的神 住在他身上 他必向外邦人 传不真道 他不争辩 也不喧嚷 在街市上 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 以压迫的芦苇 他不折断 将熄灭的灯芯 他不吹灭 直到他是真道胜利 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 那时 有人给他领来一个又瞎又哑的附魔人 耶稣治好了他 以至这哑巴能说话 也能看见 群众都惊奇说 莫非这人是达魏之子吗 法利赛人听了 说 这人驱魔 无非是帐来魔王贝尔泽布 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必成废墟 凡一城或一家自相纷争 必不得存立 如果撒旦驱逐撒旦 是自相纷争 那么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 如果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 你们的子弟是仗赖谁驱魔 为此 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 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 那么 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 或者 一个人如何能进入一个壮士的家 抢他的家具 除非先把壮士捆住 然后才抢他的家 不随同我的 就是反对我 不与我收集的 就是分散 为此 我告诉你们 一切罪过和亵渎 人都可得赦免 但是亵渎圣神的罪 必不得赦免 凡出言干犯人子的 可得赦免 但出言干犯圣神的 在今世及来世 都不得赦免 你们或者说 树好 他的果子也好 或者说 树坏 他的果子也坏 因为有果子 可认出树来 毒蛇的种类呢 你们既是恶的 怎能说出善来 因为心里充满什么 口里就说什么 善人从善库里 取出善来 恶人从恶库里 取出恶来 但我告诉你们 人所说的每句废话 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 因为凭你的话 要定你为义人 也凭你的话 要定你为罪人 那时 有几个经师和法利塞人 对耶稣说 师父 我们愿意你 显示一个征兆 给我们看 他回答他们说 邪恶淫乱的世代 要求征兆 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 必不给他 其他的征兆 有如约纳 曾在大鱼腹中 三天三夜 同样 人子也要在地里 三天三夜 尼尼威人 在审判时 将从这一代人起来 定他们的罪 因为尼尼威人 因了约纳的宣讲 而悔改了 看 这里有一位 大鱼约纳的 南方的女王 在审判时 将从这一代人起来 而定他们的罪 因为她从地籍而来 听撒罗满的智慧 看 这里有一位 大鱼撒罗满的 邪魔由人身上出来以后 走遍干旱之地 寻找一个安息之所 却没有寻找 他于是说 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间屋里去 他来到后 见里面空着 打扫干净 装饰整齐 就去另外带了七个 比他更恶的魔鬼来 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幕后的处境 就比以前的更坏了 对这邪恶的世代 也必是这样 耶稣还同群众说话的时候 看 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 站在外边 想要同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 看 你的母亲 同你的兄弟 站在外边 想要同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告诉他的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遂伸出他的手 指着自己的门徒说 看 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不拘谁遵行 我在天之父的意旨 他就是我的兄弟 姊妹和母亲 我跟他说话